Hello 今天我們做鮮油炒豆麵 材料以下這些 首先在魷魚裡面 有條軟骨 我們先把它拔走 之後我們中間切開 你看到裡面還會有些髒東西 那我們就刮走 然後魚嘴這些 我們都會切走不要 然後不斷切開 就可以了 然後把鮮油魚切開 一半 然後打斜線 切開 不要切得那麼大力 我們不需要切開 切一條邊出來就可以了 打一個十字 切一切 兩邊都是這樣做 搞定之後我們就切開一塊塊 新鮮的魷魚都會有少少鹹味 不需要醃它 爆爆薑 炒熟一些魷魚 炒熟一些魷魚 砒頭 炒熟用 炒熟一些 炒熟炒熟 炒熟 炒熟 就炒熟了 可以加入魷魚 炒熟 炒熟 接著就可以上碟了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下的小鈴鐺 拜拜